竹山政工所从前年开始 努力向厨余打造花园城市的目标发展 今年4月开始 每月第四个礼拜六 开放2万珠花给民众领取 现在的竹山可说是遍地开花 这也让环保署长感受到竹山对于地球的爱护 并且特别来到竹山参观 未来希望把这样的模式 推广到其他乡镇去 我们一直在推垃圾分裂资源回收 那厨余回收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那厨余回收以后怎么有效的利用 那我想我们今天在竹山看到一个很好的范例 就是把这个厨余我们做成堆肥 然后呢不只是做成堆肥 而把它做成很漂亮的这些盆栽 分送给我们的证明 让我们整个城市都变漂亮 我们正常讲的我们要变成花园城市 我们现在就是今天特别来看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竹山做的相当的成功 所以我们希望说来看看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可不可以复制 所以我们会让其他的乡镇市大家来参考 我们环保志工 每个社区不一样 大概有的是一个月会出行一次至两次 大概就是整理到我们社区的每个环境 把那个闲置空间的地方把它改造成 拿这个花卉回去 把它打造一个更美化的一个空间 活动那天 大约有700个环保志工 一起来领花卉 过去他们都是跟正宫所合作 把美丽的花卉带到社区中 这不仅说明正宫所在厨余回收利用 做成堆肥有很好的表现之外 还可以同时跟花卉做结合 美化家园 镇长也希望民众可以一起响应 共同打响花园城市的名号 鼓励大家尽量把厨余分类出来 那所以竹山镇这个地方呢 从早期堆肥还有部分养株 一直到现在做成益 发挥了一个培养的一个介质 那今天也可以谈得到 那整个竹山已经展现这样的一个 花园城市的一个去途性了 那我们的能量目前其实最大量 可以到达一年可以到达1000万株 但目前我们的开的量 就到达100万株而已 只要我们民众需要需求够的话 我们就一量开出这样的产量 纳住我们的竹山镇 这样花园城市 在厨余堆肥的这种区块 都能够双赢 很开心啊 看你这么漂亮 回去 回去这个这么漂亮 就先摆着观赏嘛 其他的就要用 其他领的就要用种的 种到盆栽里面 这次环保署长来到竹山 也安排参访清洁队 了解厨余区化制成有机土的过程 同时也针对竹山政工所的努力 以及成果表示非常肯定 记者廖伟林 南投现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